娱乐八卦一语道破 的电视剧《美人交》宣布正式启动 尽管传闻已久 但此次官宣更是将人们的期待推向高潮 据悉 这部剧将由实力派演员赵露丝与吴雷领衔主演 而更加惊喜的是 才华横溢的碧文俊也正式加盟其中 引发了无数粉丝的欢呼与期待 作为中国娱乐圈的一匹黑马 赵露丝以其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 早已赢得了广泛赞誉 曾在九州飘渺路中 塑造了深入人心的角色 他的加盟无疑为美人交增添了不少看点 而与他搭档的男主角吴雷 更是实力与人气兼备 从流星花园到长安十二时辰 吴雷一路成长 演技日真成熟 此次再度携手赵露丝 必将擦出火花 掀起收拾狂潮 然而 备受期待的碧文俊加盟 更是给这部剧锦上添花 他的加盟无疑未聚集 增添了一份神秘与期待 碧文俊一直以来 以其轻轻脱俗的气质和多才多艺的表演魅力 备受瞩目 此番加盟美人交 必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美人交的故事背景极具吸引力 剧情仅凑扣人心弦 将以中国古代传奇故事为蓝本 讲述了一段跌宕起伏的爱恨情仇 而赵露丝 吴磊 毕文俊这三位实力派演员的加盟 更是未聚集 增添了不少看点 相信并能引发一股收视热潮 而对于影迷来说 这无疑是一份期待已久的礼物 他们不仅能够看到自己喜爱的演员 在一部高水准的作品中大展身手 更能领略到精彩分成的剧情 和绝妙的演技 这部美人交无疑将成为 华语影世界的一颗星星 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电视剧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 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美人交的官宣启动 无疑将成为当前娱乐圈的一大亮点 吸引着无数观众的目光 期待着这部剧能够早日与观众见面 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 毕竟在2022年无磊赵露丝的 新汉灿烂 火爆全网 无磊赵露丝凭借古装剧 新汉灿烂爆红 播放量达34.7亿 还赢过王鹤蒂苍蓝绝 成为去年录剧播放量亚军 人气相当火红 粉丝还为两人取了无路可逃CP名 可见两人搭配非常吸睛 然而 有工作人员爆料 当初片商高层看完 新汉灿烂后 其实并不看好 以至于后续招商情况不理想 没想到竟成为超级爆款剧 堪称是最大黑马 戏剧作品齐放 各平台在播出前审片时 就会预设该款剧会不会爆 如果被判定为剧王 那招商情况就会非常顺利 有知情人士透露 包含杨子 邓伦演出的《香蜜沉沉静如霜》 以及罗云熙 白鹿主演的古装夯剧《长月静明》 都可说是为波鲜火的大作 招商情况也是分顺利 因此能否成为剧王 成为每部戏剧的核心关键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赵露丝 吴磊主演的《星汉灿烂》播出后收视火爆 但工作人员指出 片商在播出前看片时 反应平淡 仅说不太好看 但也没具体指出是哪个环节不好 因此招商不太顺利 网友分析 当时吴磊 赵露丝正在事业上升期 并没有太出色的作品 且导演费震祥以细腻出名 当时给片商看的内容 并非正式剪辑过的片段 在这两大因素下 因此无法掳获片商 也不算意外 但费震祥精心剪辑过的完整片段 不仅剧情节奏掌握得宜 男女主角CP感爆棚 成为爆款剧绝非偶然 另有人指出 《星汉灿烂预告》播出时 确实平淡无奇 但播出后无论是剧情 CP线都让人惊艳 指出剧中主线明显 女主角的婚嫁线 以及男主角的复仇线 都是看点之一 以及费震祥的镜头会说话 使得整出戏活灵活现 不少网友也直呼赵露丝 吴磊的搭配真的太完美 大赞费震祥不仅会拍戏 悬脚也是一等一的出色 不少网友对于 《星汉灿烂》在播出前不被看好 都感到十分意外 纷纷表示 导演家 选脚好 男女主角配 情相剧加分再加分 《星汉灿烂》已经五刷 根本经典神剧 CP感肃命感 加男女主会演家 导演会拍 每个配角的线也很好看 真的随便拎出来都能翻拍部剧 《星汉灿烂》这部古装剧 自从开播以来就很有热度 吴磊和赵露丝的CP感 早就溢出了屏幕 不得不佩服导演的玄角眼光 其实赵露丝与吴磊已经是第二次合作了 前段时间两人还合作了古装剧《长歌行》 虽然在剧中两个人对戏的画面很少 但是吴磊和赵露丝凭借着这部剧都收获了不少的关注和热度 赵露丝作为娱乐圈心境流量小花 热度可谓是居高不下 毕竟有颜值在 再加上他的演技实力 在娱乐圈里就不愁没资源和人气了 赵露丝出道不到五年的时间里 就出演了不少的电视剧 还获得了甜妹的称号 他本人甜美青春的长相 也是受到了很多粉丝们的喜欢 童星出身的吴磊 给观众留下的印象一直都还是小男孩 他出道以来出演的爱情戏并不多 先前在《长歌行礼》 和热巴的搭档也被嫌弃没有火花 殊不知这次在《星汉灿烂》里和赵露丝搭档CP感会这么强 确实令人意外 说实话 吴磊作为童星想要让观众改变对他一直以来的固有印象 满是很难的 大部分人对他的印象都停留在 狼牙榜中可爱偏执的小飞流上 此次吴磊能在《星汉灿烂》里展现出超强的感官 是与他在剧外的努力分不开的 《星汉灿烂》剧中有个镜头吴磊赤裸着上身 可以看到他结实的肌肉和腹肌 这完全不是当年的那个弟弟了 大家不要以为吴磊还小 实际上他与赵露丝只相差一岁 吴磊22岁 赵露丝23岁 都是颜值在线的士林男女青年 怪不得能收获一大批CP粉 当然 比起正片中两个人的爱恨纠葛 他们在片场的花絮 似乎更让人血脉膨胀 让人忍不住怀疑 两个人是不是在公费恋爱 无论戏里还是戏外 吴磊看赵露丝的眼神都很让人上头 他们两个的体型 就像大灰狼和小白兔 这种反差感 能让观众产生视觉上的冲击感 不仅如此 他们私下的关系也很好 两个人对戏时就却为十足 在讲剧中那些表达爱意的肉麻台词时 两个人就特别搞怪 吴磊跟赵露丝用词穿话对台词 还自行变化台词 场面极搞笑又甜蜜 有一次赵露丝是亲吴磊脸颊 还因为用力过猛 一直撞到自己的鼻子 又糗又可爱 在拍摄一场马戏的时候 吴磊更是宠溺的不行 导演一声开机令下 吴磊带着赵露丝策马奔腾 却没想到把赵露丝吓哭了 导演喊停的时候 吴磊还一直没有舍得松手 还主动接过工作人员递过来的纸巾 为赵露丝擦眼泪 这画面莫名有种 小情侣闹别扭的记事感 吴磊跟赵露丝不只是戏里甜 私下的互动更是撩到不行 在一场花絮中 拍摄现场气温高达37度 身穿古装厚重戏服的两个人 不但热到不行 还有一只抱在一起 吴磊在两个人对戏时 贴心的送上小风扇直吹赵露丝 真的是随时随地都能甜到掉牙 你喜欢吴磊和赵露丝这对CP吗 你期待他们的三大剧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较